在左派一系列的强制疫苗措施下 有很多岗位出现了空缺的情况 因为只要你还想要做这个工作 你就必须要打疫苗 如果你选择不打疫苗 那么真的没商量 请你马上走人 就是因为这样的命令 现在在纽约州 医护人员出现了大量短缺的情况 因为缺人 医院停止了接生的工作 急诊室也关闭了 就算你只是普通的去看一个医生 也要花上更多的时间 来等待医生为你救诊 这些曾经在新冠疫情大爆发的时候 不顾危险来抢救病人的英雄 在被强制注射疫苗的命令下 一个一个的全都变成了狗熊 离开了他们曾经挥洒过 无数汗水的地方 离开了他们曾经奉献过生命的地方 在前纽约州州长 Andrew Crumell下台之后 接替他空位的Kathy Hockel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到 针对现在纽约州 就诊男这样的情况 他会签署行政命令 把国民警卫队的医护人员 给调到这些缺席的空位上 来代替那些因为不打疫苗 而被开除的医护人员 Governor Kathy Hockel is taking a significant step to address staffing shortages as a result of this mandate she says she'll sign an executive order authorizing resources from the National Guard to be utilized as needed to keep healthcare systems running Hockel says the mandate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keeping the state safe from COVID-19 Can't we just say that that is a basic right that everyone has to know that they'll be safe when they enter a health care facility or you have your elderly parents or grandparents in a nursing home that they will not get sick because of someone who's charged with their care we're talking about just common sense here my friends 我本来以为common sense 应该是每个人都有的一个认知 但是我发现我错了 纽约市长认为每个人都必须打疫苗 是common sense 但是对于女人来说 一个最基本的common sense 就是指甲一定要漂亮 不管你是工作的上班族 还是自己经营企业的老板 或者你是一名正在上学的学生 不管你从事的职业是什么 有漂亮干净的指甲 总是能给人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找美甲师去做指甲 要付出金钱和时间的代价 不如自己买几瓶又漂亮又实用的指甲油 在家里就可以变换出非常多不同的造型 在这里推荐给您Niji Nails的指甲油 这个指甲油可以非常放心的使用 没有市面上一般指甲油含有的那些 有害化学物质 大人小孩都能涂 欢迎到Niji Nails的网站订购 输入折扣码 AI News 10 就能获得九折优惠 好 让我们回到今天的新闻 纽约州长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common sense 就是他没有任何的权利 去强迫别人打针 更没有任何的权利 因为他们不打针 就让他们丢失工作 左派口口声声的说 打疫苗就是为了这个社区的安全 所有人都要打疫苗 他们在说这一切的前提都是疫苗有效的前提之下 如果你注射了这个疫苗 你就不应该害怕病毒 如果你注射了这个疫苗 你就应该跟没注射的人有很大的区别 最起码你不会得到这个新冠肺炎 就算你身边有人得了 你也不需要害怕 因为你注射了疫苗啊 ABC电视台在上周五的节目中安排了主持人和贺锦丽对谈 但是呢 在他们直播的过程当中 其中两个主持人突然被请下场 然后现场的人就被告知 这两个主持人的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 就要给你一下 okay Anna和- We'll bring you back later okay Yes And we'll tell you why more information later It's a tease We'll tell you why in a couple of minutes I need to go over here So shall I introduce the Vice President Yes Okay So Vice Presiden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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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Shall we dance Let's do a tap dance Let's do a tap dance Since this is gonna be a major news story Any minute now Yeah 当然本来接下来应该出场的贺锦丽就没有出来 他们临时改成了线上对话 为了保护我们的副总统 他们专门把他放在一个房间里面 和那些主持人通过连线采访的方式完成了节目 但是就在昨天 这个节目也给出了对于两个患病主持人的最新消息 OK 是假的 那两个人根本就没有得病 检测结果是错误的 这样的一个结果 最起码能证明两件事情 要不然就是疫苗没用 要不然就是检测没用 疫苗有用的话 你怎么还得病啊 疫苗有用的话 全部疫苗都接种过的贺锦丽 为什么不敢出场啊 她是害怕空气中漂浮着那些病毒吗 怎么对科学研究出来的疫苗 对FDA认证通过的疫苗 怎么这么不自信呢 台上一共四个主持人 检测出来的结果有两个是阳性 四个人中有两个人就是错的 那这个错误率也太高了吧 所以在全国范围内误诊的情况 到底有多少 很多朋友一直误会我们 说 AI News反疫苗 不让大家打疫苗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 一直在仔细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你就会知道我们不是反疫苗 我们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我没有办法在面对这么多证据的情况之下 还告诉你说你必须要打疫苗 疫苗绝对有用 我没有办法赞同政府的做法 告诉你不打疫苗你就必须要领包走人 我不是医生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说这个疫苗跟你的基因有什么关系 这个疫苗里面种种的医学名词 我也没法告诉你 我也并不完全相信每一个医学类的报道 我也没有办法给你们每个人专业的建议告诉你 应该打疫苗还是不应该打疫苗 我认为这个真的是每个人都应该自己去做的一个选择 我不打疫苗 我没有打疫苗 因为我很年轻 我非常健康 神的宝血遮盖我 给我最棒的免疫系统的防护 我看到这些新闻之后 并不觉得疫苗是非常安全的一个选择 我也并不认为疫苗能够起到完全防护的作用 反而逐渐的成为一个政治工具 疫苗是逼迫你辞职的工具 疫苗是政府掌握权力的工具 是让你放弃你权力的工具 Project Veritas 一直都在从事卧底方面的工作 给我们提供非常棒的不为人知的信息 在最近陆续的他们发出了三个曝光疫苗的视频 而这些抗战在前线的医护人员看得最清楚 许多人打了疫苗之后 突然爆发某种疾病 健康的人不治身亡 而这些都是政府不想让你知道的 政府不想让你知道 这些抗战在医护人员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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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抗战的抗战一下 政府不干sek 他们是这样的抗战 而他们在医护者 对与这些抗战 会发现 不作出化 是不是有特定鹿 而它不56 这些抗战 这是政府没所说 余 horas 她的病人是很累的 她很悲哀,她已经回来了 离开了两个月,一会儿 她就被她的第一次疫情 她也不想要接受她的疫情 她不想接受她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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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她一起喝民家藝衣的信誉 她在乡自己的信誉 她在乡自己正在身亡 所以,人生都在乡自己的信誉 你自己的信誉 有认为能够做入住家的包裹 或是能够取得福的 现在我们红可以让人取得它 然后,他们都在持有效的 為何你選擇打架的聲音? 這是什麼很多人會做的 他們害怕,他們害怕 你害怕? 我不會說我害怕 因為我的信仰在神,而不是人 這是在最高的層次的層次 你會有 FDA 你會有 CDC 他們都要保護我們 你害怕他們會負責你 對,我是一個國務員 你會有其他國務員 但你會把你的信仰在神 阿門 這些打了疫苗之後產生問題的人 其實佔的數量並不少 但是政府他不要你知道 他們通過主流媒體告訴你 疫苗是好東西,你要打 因為你打了就是對別人負責 但是他們絕對不會對疫苗造成的死亡負責 FDA先前一直沒有通過疫苗認證這件事情 一直都為人所詬病 在FDA認證疫苗之後 對他們來說 讓人們拒絕注射疫苗的因素 又減少了一個 FDA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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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苗成了區別你和我的權利的象征 在昨天發布的視頻當中 臥底記者曝光了兩名在強生公司的內部人員 他們說孩子不應該去打這個疫苗 而這些人讓所有人打疫苗還有另外一個目的 就是要把我們這些不打疫苗的人降為次等公民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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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對 對 拍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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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ta A 不知道 despite these doubts duran appears to embrace his company's role in pushing policies that quote inconvenience the unvaccinated into second-rate citizens well 我應該跟他聊天 但是我會去堅持 我可以去堅持 我可以去堅持 我可不可以去堅持 我可不可以去堅持 你又可以去堅持 我可以去堅持 我可以去堅持 你都可以在堅持 就好像要不再堅持 我可以去堅持 所以,你怎麼會被判掉 I mean, if you can't work, it's fine to end up I feel like I've never been able to keep a list of money Keep a what? The only way people are really able to act is that the outcome is the outcome is the outcome is the outcome So it's like, if you don't work, you show up in a company I've got a reason because That's me for you That's what I'm gonna lie It's weird because They ordered us to take the JJMX It's good It just wasn't the effect of this This is a kid It's a f***ing kid You know Kids don't have to wear a f***ing vaccine Kid You know Kid You just don't do that Right Not something that's so unknown In terms of the lifeblocks Down the road So what do you think this is about? Do you think it's about the money? Politice Money A lot of people trying to make the right decision But Being stuck in their position of Being influenced by somebody to go one side or the other I don't know if I trust People I don't know if I trust Like What the media tells us You know You shouldn't So you said I shouldn't Trust the media No I shouldn't Right Why the hell shit Right No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In no capacity We have done anything that you say 这些参与在这个行业内的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也都知道他们现在在做的这些事目的是什么 不管利用什么手段 他们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剥夺你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 让政府来掌控你的身体 他们通过旅行禁令告诉你不打疫苗你就不能坐飞机不能出国 这样会造成非常大的麻烦 有的人要坐飞机去探亲 有的人要坐飞机去谈生意 你不打疫苗这些事全都不能做 很多人为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赶快打一打就算了 为了能有自由的去自己想去的地方 打一针疫苗又算什么呢? 为了能够保住现在谋生的工作 让我的钱包不要受损 让我能有持续稳定的收入去还我的房贷 并且我也不想成为公司里的另类 打一针疫苗又算什么呢? 政权跟这些医疗人士 还有那些所谓的科学家 以及这些主流媒体 给你的正常生活加上了前提条件 就是疫苗 你不打疫苗 你就没有权利拥有正常的生活 他们会因为你选择不打疫苗而毁掉你的工作 让你变成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穷光蛋 让你变成没有权利和家人相聚的 次等公民 我也听说有一些教会现在开始实行 不打疫苗就不可以来聚会的条例和规则 You are helping them 你在帮助这些人 把人民的权利拿走 让政府掌握 你在限制神的子民必须要注射疫苗 才有资格来到圣殿敬拜神 这不是建造的工作 这是拦阻的工作 你在帮助政府把教会的权利拱手让人 这样下去总有一天 疫情时的情况还会再回来 政府会说让你关门你就关门 宪法第一修正案可以被所有的人熟视无睹 即使违宪也毫不在乎 政府在充当神的角色 政治人物也变成了神的传声筒 变成了这个时代的大先知 纽约州长站出来代表神 向不打疫苗的基督徒喊话 你们这群人不听上帝的话 上帝希望你们去接种疫苗 我拜计了很多时代 这个时代 你知不知道 神的答案 他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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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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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讲话中间讲到 我需要你成为我的使徒 这一切都不是关于神 他也不是为了神在传话 他在造神 他在让这些已经打了疫苗的人 把他当作神 成为他的使徒 来宣扬疫苗的福音 而这样一个满口爱的人 却是堕胎的强烈支持者 警惕这样的假先知 假先知的教导 已经在教会中蔓延 告诉你不打疫苗不能来聚会 假先知也会告诉你 他是祷告的人 他也会说这些全部都是 他从神而来的领受 马太福音7章15节16节告诉我们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 他们到你们这里来 外面披着羊皮 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凭着他们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从他们的所作所为 我们可以看出 他们结的果子 是虚假的果子 是谎言的果子 是私欲的果子 是流人血的果子 神已经告诉我们 这样的人 他们口中的爱 就是披在外面的羊皮 撕开这层皮 他们就是残暴的狼 愿神赐给我们智慧 怜悯我们 让我们不在这些恶事上有份 反而用启示的灵 来将一切的奥秘 都指教给我们 让我们知道 好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 进入今天的 看看留言吧 好欢迎来看我们 今天的看看留言吧 来我们来看第一个朋友 陈伟华 他说 早就有相关研究 左派进步主义者 与精神病和心理疾病 成正相关 整个美国就被这帮变态分子 绑架 活将复活 我觉得他说的是非常有道理 因为说真的 左派这东西一切就是要 把你当成一个受害者 来去做任何的政治目的 然后他要用这个心态 绑架你 对 现在我觉得很奇怪的一点就是 以前的霸凌 是说 我比较强 对 然后呢 我霸凌你 然后呢你对这种人的 这个最好做法就是 你打他一拳 然后让那个人知道说 你不是能欺负的 他就不会再来骚扰你了 那现在不是 现在他的霸凌模式 是想说 我很弱 我一直被欺负 我一直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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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人欺负我们 老板欺负我 怎样怎样怎样 就是一系列的这东西 你只要越来越可怜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可怜的东西 来让整个社会来去霸凌那个人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 创造一堆神经病的一个机制 然后第二个呢是来自百合花了 就是你们的广告加的有点怪怪的 哈哈哈 也为难你了 让你一个大老爷们讲指甲油 对 然后我这已经这个很努力了 那我觉得我说的是还蛮合理的 我觉得你后面有句话 昨天说的那个特别合理 是吧 就是让你耳根清净 哈哈哈 就是女人都比较喜欢要礼物 因为这个有礼盒的话 看起来漂漂亮亮的 然后实际你又花不了多少钱 你送给他 就是让你耳根清净了 不然他就会说 为什么都不送我礼物 今天什么日子你知道 所以说这个礼物是非常非常值得 每一个男人去考虑的 又好看又漂亮 大家看看今天我的广告直入 是不是稍微能比他好一点 也欢迎所有的大家来找我们 来帮你打广告哈 这样请给我一个男人用的商品吧 哈 好来下一个哈 这个朋友他说 他说我身为一个父母 我真的不在意你是不是同性恋 只要不要去灌输这些不对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人 能够忍耐的最大限度 就是你是什么 我不管 但是你不要跟我小孩 去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其实让人做到这个非常难 没错 他们就是觉得自己这样是进步的 他们觉得这个是好 他觉得说我告诉你小孩这些东西 我是在拯救他们 对 我没有在害他们 然后之前你那个影片 一个老师在上面讲说 你们的父母都是笨蛋 对 你们的父母都是白痴 你们的父母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 我比你们的父母都聪明 他们是这样子想你的 OK 他们要把你的小孩弄起来反抗你 为什么现在 青春期的小孩越来越难控制 对 我觉得跟这些老师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因为他们就是要摧毁这一个有史以来最基础的社会building ground 就是家庭 他们只要把你的小孩从你这边剔除的话 他们就可以完全掌控这些小孩未来的想法还有人生 所以说我觉得这东西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那同性恋这东西只是一个契机 只是一个理由 而且只是他们做的这些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对啊 他们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是有更大的野心 然后更大的政治目的 那你要怎么样守护你的小孩 就是要好好的promote a homeschooling 你跟你几个认识的朋友 然后你跟你几个好的 然后你值得信赖的这些父母 一起来教育你的小孩 四五个家庭来上课 我觉得这些是很重要 然后这些是父母可以做的事情 对还有就是真的就是在平时的生活中 以身作则 真的是这样 对 你说那个我们都经历过青春期吗 我觉得我青春期那一段 是我整个到目前为止人生来说 我在那段时间是最瞧不起我父母的 到了十一二岁你就会发现 诶 我爸妈有做错的时候 然后他们的嘴里也经常会骂脏话 然后你就会原来发现说 原来爸爸妈妈不是我心中那么完美的样子 那这样的话就会觉得说 那他们自己都做不好 为什么他们说的话我要听 然后这个时候老师在那边一说点就说 老师太对了 比我爸爸妈妈好多了 我为什么要听父母的 老师开明 对 老师了解我 老师接受老师接受多元 老师 然后棒棒 父母 老套 对所以就变成这样 还有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朋友他讲到说这个 同性恋的老师哈 其实说实话 呃 在我的过去的经验中 我不建议如果你是父母哈 你发现你这个老师这是有同性恋的倾向 我建议你不要让你的小孩被他教 我 因为我曾经有过一段经历 那个人他就是同性恋 而且我亲耳听到他会去跟年纪很小的男孩子去讲一些非常恶心的话 就类似于说什么 你把裤子脱下来我看一下呢 自己长大了没 对 我亲耳听到他讲这些话是让我蛮震惊的 但是那个老师非常多的家长都非常喜欢他 而且那个人非常明显的就是个同性恋 我不知道是说现在就是40多岁的人看不出来谁是同性恋吗 应该也不会吧 因为他的表现的一切都是非常明显 那这样的话我就不知道说 家长为什么会这么放心把自己的孩子教给他 对 所以就是很多事情的确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如果你要是发现老师是这样的话 我真的非常建议你不要把你的小孩教给这样的人 你小孩听着这个话他不会回家去跟你学 很少有小孩会真的跟家长讲说 今天哪个老师跟我说什么 孩子一般不会讲 这个东西就是他自己独自在那边承受 他又那么小 所以这个对小孩的成长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没错 而且父母是有权柄在自己的小孩的生活上 还有教育上 对 父母是有绝对的权柄 圣经上也是这个样子讲 是 你如果把这个权柄给了老师的话 你的小孩以后会变成什么样的话 你就不要再抱怨 对 所以说真的要建议所有的父母在意自己的小孩 然后在意自己小孩未来的教育 在意自己的小孩是跟什么样的老师学 在学习 然后最主要是一定要参与 甚至是亲自去教导自己的小孩 是我觉得这些都非常重要 那当然了我们就要从平时的生活以身作则了 那我们平时生活的时候怎么以身作则呢 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也不知道 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怎么办 多读圣经 那接下来呢 如果你要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接下来我要介绍给你看一个非常好看的小动画片 希望你能够更多的认识主耶稣 希望主耶稣能够给你更多的开启 让你能够受喜归入到他的名下 然后你们全家都会得到神的祝福 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好那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神奇穿播给我们大家提供的 非常好看的非常精致的小动画片 拜拜我是彭丽莎 我是一辰 老王报名了教会的寿司班 老王看着手中的寿司班教材 在那边喃喃自语 怎么了 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嘀嘀咕咕的 太太啊 上帝创造一切 这我还可以相信 至于说世人都犯了罪 要认罪悔改 接受耶稣唯我而死的救恩 特别是说我有罪是个罪人 这我可不能接受 我没有杀人放火 坑文拐骗 偷窃强暴 甚至连开车超速都没有被抓到过 你说我要认什么罪啊 我哪里算个罪人呢 是啊 刚刚说的那些罪你都没有犯过 但是几年前你自己做生意的时候 被你的合伙人卷款潜逃 害你的公司倒闭 你常常说只要那小子被你遇到 你一定要宰了他不是吗 对啊 就是他害我的负债三年 我恨死他也是有理的啊 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 上帝的标准是 只要恨人的就是杀人 虽然是他对不起你 但是当你恨他的时候 你就犯了杀人的罪了 这 另外 当你们男人看到漂亮女性时 是不是常常会想入非非啊 这算什么 连成龙都说 这是全天下的男人都会犯的错 可是圣经上又告诉我们 凡看见妇女就动营念的 就是与他犯奸淫了 所以上帝的标准 绝对不会配合你们男人的肮脏念头 可是你们女人不也是 常常嫉妒别的女生长得比较好看 身材比较好 皮包比较贵 没事也传一些八卦 说人家的闲话 爱贪小贫 难道你们没罪吗 你说的对 所以我承认我有罪 我需要主耶稣的赦罪恩典 因为如果我不承认我的罪 我就又犯了说谎的罪 那么你呢 这么说来 我也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不然又多加一条说谎的罪咯 这才对嘛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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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